大家看一下 这是今天早上一个养鱼的朋友送过来的 说是给抠袋吃的 都是一些小红鱼 他们家自己繁殖的 我感觉好浪费 准备咬几条起来养在鱼缸里面 这鱼缸里面有一些马鱼 都是平时给抠袋吃的 就是这种 已经不多了 还有螃蟹也在这里面 天气太冷了 它都不怎么动了 冬眠了 还是活的 给他们拿出来晒会儿太阳 看冻了 这夹子现在天气冷了 它也不夹人了 放里面 自己翻过来了 这边应该还有一只大一点的 在这 拿起来看一下 不要夹我 看它这个夹子 这个大的 你一拿它 它这个夹子就出来了 不过现在冬天 它应该不会夹人 给它放进去 看它自己能翻过来 现在我们用盆咬几条 咬在鱼缸里面 咬到水就是水 咬了一条 这条鱼非常幸远 没有成为扣仔的食物 不过我感觉一条还是太少了 咱们再来咬两条 这一次看谁是幸运的鱼 好 哇 这一次不错 够的啊 一下子咬了五条 水有点多 还一条花鱼 很漂亮 刚好六条 全部给它放在鱼缸里面 六条差不多了 这个鱼缸不是很大 这剩下来的鱼 只能成为扣仔的零食了 希望碍于人士不要喷我啊 因为这是别人家自己繁殖送给我的 准确说是送给扣仔吃的 我也不能全部给它们占为鸡油 全部养起来 所以刚刚忍不住 还是养了几条 剩下的就慢慢给扣仔吃了 先给扣仔放一满盆水 咱们先让扣仔进去游一会儿 再把鱼放进去 准备跳水了 先让它游一圈 我们现在把鱼倒进来 一次少倒几条 来扣仔 看这是啥 这样 这样 看 倒在水里你自己慢慢捉吧 一下就捉到了 这个红鱼没有马鱼跑得快 又捉了一条 我一共是放了六条 又捉了一条 还有三条 这个鱼比较肥 还有两条了 这个鱼好厉害 这样都没捉到 逮到了 还有一条了 这个鱼 这个鱼比马鱼要肥一些 平时别人都是用来喂乌龟的 扣仔一次六条差不多都吃饱了 没有了 吃完了 速度太快了 看在盆里面全部都是鱼鳞 怕海在里面找 都吃完了 还想吃 看 鱼在盆里面到处找 不能再给它吃了 我现在走开 看它怎么办 不洗了 起不来 踩在这个盆边上打滑 好笨 看来我要去帮它一下 来 客菜 起来喽 这才起不来 每次都要我帮它 好 它不洗了 让客菜站在这把羽毛晒干